為了統籌造好常態化疫情防控 以及加強恢復內地與澳門人員正常往來的工作部署 經過澳門與珠海兩地政府溝通協商一致達成共識 於8月26日早上6時起 珠澳六路口岸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 港珠澳大橋口岸關閘口岸開放粤澳兩地牌車輛通行 屆時將不再通過粤澳兩地牌私家車通關預約系統 進行預約登記 具體情況如下 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 港珠澳大橋口岸恢復 粵澳兩地牌車輛通行 關閘口岸採取粵澳兩地牌車輛單商號限行分流措施 按內地車輛號碼最後一位阿拉伯數字 實行單號單日行駛 雙號雙日行駛的限行措施 單號為13579 雙號為24680 粵澳兩地牌大型客車不能通行關閘口岸入出境 粵澳兩地牌公務車按照現行規定執行 粵澳兩地牌車輛司機及隨車人員入境珠海後 應嚴格落實防疫主體責任 嚴格遵守健康管理服務有關規定 澳門海關提醒所有兩地牌車輛駕駛者 於口岸車輛離境時必須攜帶車輛邊境通行證 俗稱白卡 車上所有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兩地政府的防疫從事規定 並須以取得規定期限內支病毒核酸陰性結果 以及做好澳門健康碼及月康碼通關憑證的轉換和出事有關的手機截圖 另一方面 因應需要遵守防疫措施通關將需要更多時間 請耐心等候 尤其關閘口岸容量有限 呼籲駕駛者應盡量使用港珠澳大橋口岸或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出境 當關閘口岸的離境車道區域一旦車流過多 現場警員及官員將進行截留及分流 呼籲通關駕駛者充分配合 維持關閘口岸通關及周邊交通秩序良好 確保通關車輛安全有罪 海關呼籲合資格但尚未辦理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通關加註的2500輛兩地牌車車主 盡快前往有關部門辦理加註 以便有更多出入境口岸選擇便利出行 最後通關人士亦應留意電視、電台、手機、即時新聞推送及使用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事務站實時資訊平台 以掌握各口岸的實時情況避開出入境高峰 選擇人流、車流較少的時間及口岸通關 以保障通關行程詳順